苏花公路摊坊影响到了很多的用路人 除了当地人交通受到影响之外 还有从台中来的游览车 司机说本来是要环岛 不过现在只能改其他的路线 整个行程都乱掉了 更多的情况我们要请记者 魏伟文告诉我们 宇文 好 主播 那么苏花公路大清水隧道南口发生的摊坊事件 目前预计要到1月15下午5点才能抢通 那么其实对于当地人来说 他们的对外交通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那么其实除了当地人之外 对于游客也是非常的不方便 那么游览车是从台中要来进行环岛旅游 但是现在也被迫中断 先带你来听稍早的访问 台中出发 从出发几天几夜 五天的 五天的 现在出发断了 改往哪里走 我们还是要绕回去 从台中这边绕回去 往南走 对 往南走再回到台中 本来到宜蘭那边 景点还有宜蘭那边 现在都不能走了 如果从往南走要回到台中 这样子会多花比较久时间 多花很多小 多几个小时 那么虽然公路总局 今天早上有公布了替代的方案 会暂时开放中衡 那么每天早上七点到下午五点 可以提供小行车 以及中发行驶 但是包含货车在内的大型车辆 都只能改走南回 那么环山下来 要多好几个小时 才能够回到家 那么司机也表示 其实过去 苏花就常常因为落实等情况 需要封路 那对于他们旅行夜久来说 其实是非常的不方便 那么也希望 这次可以赶快抢通 那么上大市会讲到最新情形 请先把神镜头交缓棚 看到苏花公路大清水民隧道 在昨天晚间发生的摊坊 结果道路阻断 预计在15号才能抢通 而立委傅昆起就开了记者会质疑 交通部到现在都没有说清楚 表示这个摊坊的地方 怎么样固定补强 花连人所面对的是不可预知的危险 而且批评苏花安动工是遥遥无奇 民进党执政六七年了 完全没动静 总统一再强调 要给花连人安全回家的路 现在是沦为口号 在苏花公路159K 再次发生大规模的摊坊 在大清水造成了超过1200吨的 1200立方的这些落石摊坊 砸碎了整个民隧道 也造成一个惊心动魄的 苏花公路再一次的中断 我们要在这里特别强调 不管哪一个政府执政 都一再的对花连台东的乡亲表示 要给大家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要彻底解决花东人永远的痛 就是我们回家的路 为什么是如此的遥远 从2015年2016年 我们新的民进党政府执政以后 到现在整整整整 将近七年 我们国家元首也一再强调 要给花连台东人 一个安全回家的路 解决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再三跟交通部来查证 催促 一再的希望能够尽快 让苏花改二期的苏花安 能够尽快来动工 但是却看到六七年来 完全没有任何动静 到现在为止 除了可行性研究以外 综合规划都没有完成 更不要讲环平动工 交通部还没有一个清楚的表示 什么样的工法 来把它做一个 长时间的一个安定 这么多的油脂即将回到家里 要面对的却是遥遥无知 不可遇知的这样的一个危险 中央政府到底听到 花连台东人讲的没有 苏花安到底什么时候要动工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时期 跟日程只看到口号 很多人在想说怎么办呢 要过年的 结果苏花公路发生这样的事情 台九线的苏花公路在159.3 也就是大清水隧道的南口 昨天半夜突然发生 这样摊坊的事件 整个隧道全部都被堵死了 而且包含了民隧道的这个范围 17公尺 8公尺 它的吞坊量非常的大 1200立方公尺 现在目前的预估是在1月15号 希望在1月15号的傍晚 可以来抢通 不过因为这次的堵塞 造成的南北的交通都是受阻 有些人昨天半夜有驾驶开到这里 看到不得了 赶快回头 也跟后面的车子说 赶快巴库赶快巴库 因为目前也很担心 会继续的在这个崩落下来 好看到现在返乡的旅客受阻了 当地的餐饮业者是叫火连天 详细的情况我们要请记者 陈正邦告诉我们 好的主播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花店海鲜名店忙着备菜出餐 但店里却没有客人 由于大清水隧道口被大量土司淹埋 公路总级预估需要四天才可以抢通 控上周末假日 餐厅业者初估影响生意七成以上 业者表示 早上七点开始就不断接到 取消定位的电话 今天预定的七组客人剩下一组 周末更是取消十七组客人 其中一组人数高达三十人 蔬果运输部分 目前大多还是选择走公路 本来汪杯走只要五小时 现在改走南运替代道路 必须花上十二个小时 一台车变成需要两位司机轮班开车 人事运输成本多上两倍以上 将会跟农委会寻求补助 本来我们的运输时间 是下午两点半开始发车 到台北不再市场时间 大概是晚上七点半到八点左右 这样子我们的理货员 都有充分的时间可以理货 承销员也有充分的时间 可以去挑货 那现在因为 苏阿公路这个部分断掉 变成说我们要走南运的部分 这个整个车程 要将近十二到十三个小时 这整个密闭空间里面 我们的蔬菜都会影响到卖向 这样子价格影响都非常非常的大 中央相关部会启动苏果北运机制 同僚署稍到表示 对于花东地区苏果运销改道 增加的运费成本将予以补助 每公斤运费最高补助1.3元 以上最新主播 下礼拜就要过年了 大家看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 是要实施V计划搭火车吗 因为台九线的苏花公路摊房 导致了道路双向的中断 有许多早上要到花莲旅游的民众 行程受到的影响 油辆载着韩国旅行团的游览车 旅客被迫改搭火车到花莲 而距花莲转运站 紧急贴出了停时的公告 台九线苏花公路159.3公里处 大清水隧道发生严重摊坊 道路双向中断全面禁止通行 许多人都受到影响 改搭火车到花莲 直击宜兰车站人潮明显变多 就连韩国旅行团行程 也只能和卡乖乖的转乘火车 月台上的民众提着大包小包行李 等待火车进站都非常无奈 本来打上开车去花莲了 就改搭火车 前半天接送家 办法还是得完 半天都订 对啊 另外在花莲转运站人潮冷清 因为业者紧急贴出客运停时公告 就怕民众多跑一趟 同时也寄出解决办法 这是我们会辅导 引导我们的旅客 转成我们的台铁 搭乘到罗东或往台北的方向 另外民宿业者也紧急通知 所有旅客做出应变措施 同时也预估周末住宿 退定率会达到二到三成 第一时间即通知民宿业者 尽速告知旅客此状况 希望即将前来花莲的旅客 能够注意自身的安全 速化公路是通往花莲的重要枢纽 现在遇到摊放造局 也希望能尽速抢通 让民众能照常开心出游 这的音声留几家 王云亭 宜兰花莲采访报导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较温和 尽量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它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 但是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就可以买到